大家好,我天天劝大家 关心公共问题,不要入戏太深 我们都是韭菜,我们都是批民 你入戏太深的话,自己活着特别累 但是我有的时候入戏太深 我做了优管做了这么两年 做了两年多,我两件事情入戏特别深 第一个是川普总统连任的时候 我的入戏特别深,真的 有时候说着说着就眼泪一掉下来了 觉得这个坏蛋太黑了 什么坏事都敢干 最近关于这个西包子是否连任的问题 我的入戏又有点深 我川普总统连任我的入戏太深 是因为我的保守主义的底色 是因为我的圣经训练 是因为我的价值观 而中国的包子爹要连任这个事情 我入戏太深 我是因为我是小地方出来的人 我的父母都是可淋巴巴的中国的农民 他们年轻的时候饭都吃不饱 其实我对共产党到底怎么样 我一点都不关心 我对习包子连任连任 其实我也不关心 我就关心一点 希望中国的老百姓 就像我父母他们那一代人 他们那样的人 包括晚辈也好 长辈也好 真的 活着的时候都有口饭吃 想起那个没饭吃的年纪 哎呀 真的 我真是老内纵横 真的 我希望包子就赶紧滚蛋 然后呢 哪个正常的人 稍微正常一点点 也是个混蛋 但是让老百姓能够有口饭吃 让老百姓 毛泽东时代 你他妈那年农民怎么种田你都干涉 你会种田吗 我妈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在后面披了一块地 一块荒地 然后种了几颗白菜 哎呦 我们那个村里面的支部书记就过来就骂 说你这个是资本主义的苗 资本主义的尾巴 然后说要披的我妈 吓的我妈哭的 要是扑通就站不起来了都 哎呦 我气死了 这什么国家 什么社会 什么人呢 都是 所以我承认我是入袭太深的 所以我特别的在意这个事情 今天跟大家讲讲说 这个包子一被赶走 这个事绝对是真的 还真不是说 一席个改开派怎么的 改开派当然向他走了 什么汪洋 李克强 温家宝 朱镕基 江泽民 他们都希望包子里赶紧滚 知道吧 但是包子里自己觉得自己跟着描红啊 年轻人不知道 北京以前有一个文革的时候 有一个人 写了一本书叫出身论 就把就给枪毙了 是吧 脑子反动而混蛋 脑子混蛋而反动 是吧 就这个意思 他们现在就觉得 我他们是红一代日出来的 我自己就跟着描红 我就代表党的利益 他就这么一种非常愚蠢的 非常粗鄙的 邪恶的这么一种理念 让支撑他 所以要真正让习包子滚蛋的话 除了改开派不断的想办法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实力 就是红二代也必须要站起来 要阻止习包子 否则的话 如果所有的红二代都支持习包子 习包子还真是有可能 继续玩下去 因为改开派 他们像汪洋 他们李克强这批人 他没有别的办法了 因为他们是草根出身 完了以后 他只能说我做的还可以 我替老百姓着想 希望老百姓有口饭吃 能够说点人话 做点人事 对吧 但是这个东西 我说我无数次 共产党的体制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逆向淘汰的体制 它是一个劣币 驱逐良币的体制 你越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人 你越是说人话的人 你越是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 你越是得不到深浅的可能 你试个道理吗 你说当年 火药帮干的多好啊 解放思想 我说我无数次的 共产党这些年 其实就八个字嘛 解放思想 还有什么 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做的最好的 是火药帮 连赵紫阳都远远的赶不上火药帮 我跟你说 邓小平都远远赶不上火药帮 因为火药帮干的是 解放思想的活 这个东西我们知道的 比如我们上 我们老师也好 我们的稍微读者书都知道 就是你这个人一辈子 你得先把你的什么 把你的价值观给搞定了 你的价值观一定要靠谱 把价值观这个事训练好了以后 完了以后你再去赚钱 你再去干活 总归是可以的 因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马克思韦伯的理论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价值观搞清楚 所以圣经也是这么告诉你的 敬为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什么叫敬为耶和华 就是你的价值观一定要建立在上帝信仰的根基上面 把这个事情搞定了以后你就开始了 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太差的 对吧 如果你的价值观没搞定 那你就麻烦 你说什么 搞什么都不行 所以这个火药帮在中共的历史上真的是一个 至少我们这些人是特别尊重火药帮的 他就是解放思想 好的这个常识都是火药帮那几年建立起来的 后面的赵紫阳江泽民 胡锦涛 这个什么赵紫阳稍微强点 都是一帮把价值观这个东西把它搁置了以后 只搞了后面的几个几个事情 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也是这样子的 包括赵紫阳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跟你说 所以习包子这个人就是连改开他也不行了 所以等于是有三种叙事 一种是火药帮一个人独挑的解放思想 第二种是从赵紫阳开始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他们搞的什么改革开放 所以他们养了一批人 比如说现在的李克强汪洋 这批人都是基本上土工的所有的官员 包括习包子都是改开的这一派的 但是没想到他觉得自己的出身很好跟着描红 他干脆把这个改革开放他都给放弃了 要回到毛泽东的这个瞎搞的时代 所以你知道习包子干的就是开倒车的事情 所以习包子等于是 他说自己是新时代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 但是这个新不是所谓的新 而是旧 而是回到毛泽东的一通乱稿 个人崇拜的时代 所以他念改开他也否定了 所以改开否定是一个什么后果的 就所有人都没有赚钱的空间了 所以红二代这些年 因为中国是个权力社会嘛 我们以前在北京开会老是讨论一个基本的一些概念 比如吴金连老师就说是权贵资本主义 这个东西是很好的一个词 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官商结合嘛 就是中国你要真正想做点事情 赚点钱搞搞点所谓的经济增长 你必须要跟权力合作 权力在前资本主义在后 什么叫资本主义啊 资本主义就是自由企业啊 那你权力在前资本在后 那你怎么搞嘛 最后还是一个官商结合嘛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权贵资本主义的主力军就是红二代 你看他们哪一个红二代的家族没有发大财 别说红二代红三代都是 且不说是红二代 就即便你比如朱镕基不算红二代吧 朱镕基的儿子也发财了呀 是吧胡锦涛的儿子虽然现在当关系的早期 他也是做生意的也发财了呀 胡锦涛的女儿也发财了 哪个人没发财吧 你跟我说说 李长春的儿子没发财吗 一个人就就就就侵占了一个行当 所以你如果是不改开的话 不继续改开啊 那么你就意味着 他们这些个人 红二代的所有的当官发财的事业就终止了 你说他们会愿意吧 所以你就把这个历史的脉拢把它梳理清楚以后 你就知道习宝子他想回到毛泽东时代一穷二白 大家都一起受穷 这是绝无可能的 没有人会同意他 你不要以为习宝子多厉害 真正想阻击习宝子的 还真不是所谓的改开派 而是红二代 他们说现在有三个资深红二代 联名在搞他 联合现在在搞他 一个呢就是当然就是邓家的邓普方 或者邓家的人吧 我们就是邓家的人 都还活着呢 是不是 因为他们才是改开改革开放的 这个什么鼻祖 你一定要一样 我刚才跟大家分那个麦诺的 三块 第一块是解放思想 这块没人搞了 没人 胡锦涛的事 胡耀邦的事业 没有人继承 第二就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事情 第三呢就是什么 就是一穷二白 就是包子力的事情 你说邓小平的家族 邓小平的势力 汪洋李克强 他们都是邓小平的势力 他怎么可能答应 第一个是邓普方 第二个是刘少奇 为什么是刘少奇 刘少奇的儿子刘远呢 刘远也 他也是个老嫖客 也是当官发财的 他也是 但是他跟摩托东 也是死对头 刘少奇跟邓小平 他们假不假 是一伙的呀 而且加上包子力 他嫉妒刘远的财气 刘远这个人还可以的 郑尔远上来点学的 比包子力强的太多 如果是刘远 这个时候是中国的老大的话 说不定他要搞年人 还真有可能 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 他爹吃过太多苦 你习近平算什么东西 是不是 所以第三就是 第三是这个叫什么 刘亚洲 刘亚洲也是 习包子 嫉妒他的才华 就把他给赶走了 他也是没到年纪 就退了 他也是可以当一个 军委副主席的 是这么一个怒子 而且你要知道 刘远跟刘亚洲 两个人都是军委系统的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习包子 把军委搞定 你开什么玩意 你就看刘远和刘亚洲 这两个刘家的人 一个是你先年的女婿 一个是刘亚其的儿子 都是军委系统的 他们在军委系统搞这么年 栽营了不少党羽 哪有那么容易啊 你开什么玩笑 他们有三个自称红二代 一个是邓朴方的邓家 第二个是这个刘云 刘亚其的后代 第三是什么 李先殿的家女人 三个家族 李先殿何等家族 开玩笑 邓小平之所以往前面推 搞的电影 那就得益于李先殿的支持 是不是 你一定要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叶剑英 一个是李先殿 这两个人支持邓小平 所以那个时候有几大家族 一个是叶剑英家族 一个是李先殿家族 一个是邓小平家族 还有一个是陈云家族 李先殿家族和叶剑英家族 都是占邓小平的 陈云是跟邓小平 有点叽叽歪歪的 就这么一个格局 三个自称红二代 然后要搞死包子驴 要把他赶走 这个东西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 包子驴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牛逼 他真的就不算什么 你随便搁一个人 还加上王岐山 也是半个红二代 你说他怎么可能 这帮孙子怎么可能 扶他的气 他是个领袖 领袖你妈呢 真的是 哎呀 但是我说 我现在一说这个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越来越入戏 说话的声音就越来越大 自己就搞着搞着 就有点一分填 填什么填狗了 真的是很烦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我再重复一遍 我真的希望 我的那些个满面成灰的 满面成灰的那些个父老乡亲 哎呀 那些个我的那些个表兄表弟呀 表姐呀表妹呀 真的是卑微的人群 在都市里面 在尘埃之中穿行 真的找不到工作 没有工资 没有口粮 真的 如此的弱势 如此的卑微 希望他们能够赶上一个好时代 能够出去去打打工 能够养活自己 养活家人 能够过一个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 你让习猫子的话上台继续搞 他绝对这辈人绝对就饿死的 这么一个结果 没有任何的悬念 真的 所以呢 本着还是那句话 我是有点入戏的 我是因为我想起我小时候的生活 我这个人呢是 和其他人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我是生活在别处 我是 人家说我是个梦想家 反正我就是一步一步的 走遍了海角天涯 我首先 其实我就是放空了我的过去的一些个价值观 然后重构了一套崭新的系统 所以我有时候吹牛的啊 我觉得我是一个 在观念秩序意义上是重生的人 所以你无法解释 我没有任何背景 我怎么能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真的 价值观的这个更新 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加油